吴亦凡2021年被网红都美族爆料 红骗未成年少女 以及酒桌选妃等行为 让他遭到检方调查 时隔一年多近日判刑终于出来 吴亦凡不仅要在中国被关13年 关完之后 还会直接被驱逐出境回到加拿大 让不少网友纷纷为他查询未来规划 没想到一查加拿大法律 让网友群都惊呆了 因为加拿大的法律 对于性侵犯是没有追溯期的 因此如果在13年后 无一凡真的出狱去到加拿大 而其他受害者想要继续告 都可以向警方报案起诉 而加拿大对性侵犯的刑罚 一点都不手软 据说化学阉割的方式 让受刑者通通喊声不如死 这种针三个月打一次 而且打的时候很痛 作用就是即使脑子有欲望 但身体也不会有性冲动的反应 对于受刑者来说非常痛苦 消息一出也在网上引起热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